刘慈欣 《地球往事》系列第二部 黑暗森林 序章 更早一些时候 一个深夜 麦克·伊文斯站在审判日号的传手 星空下的太平洋 像一块黑色的巨断在下面划过 伊文斯喜欢在这种时候 与那个遥远的世界进行对话 因为在星空和夜海的背景上 质子在视网膜上打出的字 非常的醒目 接下来就是伊文斯和他的主 进行的对话 这是我们第二十二次实时对话 我们在交流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是的 主 我发现 我们发给您的人类文献资料 有相当一部分 您实际上没有看懂 是的 你们把其中的所有元素都解释得很清楚 但整理上总是无法理解 好像是因为你们的世界比我们多了什么东西 而有时又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这多的和少的是同一样东西吗 是的 我们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 那会是什么呢 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文献 发现理解困难的关键在于一个同一词上 同一词 你们的语言中有很多同一词和记忆词 以我们日出收到的汉语 就有寒和冷 重和沉 长和远这一点 它们表达的是相似海语 那您刚才说的导致理解障碍的 是哪一对同一词呢 是想和说 我们惊奇地发现 它们原来绝是同一词 它们本来就不是同一词啊 按照我们的理解 它们应该是同一词 想 就是用思维器官进行思维活动 说 就是把思维的内容传达给团类 后者在你们的世界 是通过被称为声带的器官 对空气的震动波进行调制来实现的 这两个 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正确 但由此 不正表明 想和说 不是同一词吗 按照我们的理解 这正表明 它们是同一词 您让我稍微想想吧 好的 我们都需要想一想 伊文斯 看着星光下 涌动的阳面 思考了两分钟 接着说道 我的主 你们的交流器官是什么 我们没有交流器官 我们的大脑 可以把思维向外界显示出来 这样就实现了交流 显示思维 怎么实现呢 大脑思维 发出电子波 包括我们的可见光 在内的各种拨长 都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上显示 哦 也就是说 对你们而言 想就是说 是的 所以我们认为 它们是同一词 哦 即使如此 应该也不会造成 对文献理解的障碍吧 是的 在思维和交流方面 我们之间的差异 并不大 我们都有大脑 而且大脑都是以 巨量的神经元互联的方式 产生了质量 唯一的取决是 我们的脑电波更强 能直接地被同类接收 因而省去了交流器官 就这么一点差异 不 这中间可能还隐藏着 更大的差异 我的主 让我再想一想 好的 伊元斯离开了船首 在甲板上漫步着 船险外 太平洋仍在夜色中 无声地起伏着 他把它想象成 一个正在思考的大脑 伊元斯接着说道 主 我想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作为准备 您理解以下这几个元素吗 狼 孩子 外婆 临终小屋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元素 只是关于外婆 我知道是人类的一种血缘关系 通常 她的年纪比较大 她在血缘结构中的位置 还需要再解释一下 注意 这不重要 您只需要知道 她和孩子们的关系 是很亲密的 她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之一 就可以了 理解 我把故事简化了一下 外婆有事外出 把孩子们留在小屋里 嘱咐他们 一定要关好门 除了她之外 不给任何别人开门 外婆在路上 遇到了狼 狼把外婆给吃了 并穿上她的衣服 装扮成她的样子 来到小屋 门前 叫门 狼对屋里的孩子们说 我是你们的外婆 我回来了 请把门打开 孩子们透过门缝 看到 她是外婆的样子 于是 就把门打开了 狼进了屋子里 就把孩子们都吃了 主 您能理解这个故事吗 完全无法理解 那我可能猜对了 首先 狼一直想进入小屋 吃掉孩子们吗 是的 她与孩子们进行了交流 对吗 对 这就不可理解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不应该与孩子们交流 为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 如果他们之间进行交流 孩子们就会知道 狼要进入屋 吃掉他们的企图 当然就不会给狼开门了 伊文斯沉默了很久 说道 我明白了 主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这一切 我都是很明白的 你们的思维 对外界 是完全暴露的 不可能隐藏 思维 怎么可能隐藏啊 你这个想法 太多思念了 就是说 你们的思维 对外界是全透明的 就像一本放在公共场合的书 或者说在广场上放映的电影 或者像一个全透明的鱼缸里的鱼 完全暴露 可以从外界一碗无余 我上面说的一些元素 您可能 我都理解 这一切不是很自然吗 伊文斯又沉默了很久 继续说道 原来这样 主 当你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所交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可能欺骗 不可能撒谎 那 你们就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战略思维 不只是面对面 我们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交流 另外 欺骗和撒谎这两个词 我们一直难以理解 一个思想全透明的社会 是怎样的社会 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怎样的政治 你们没有计谋 不可能伪装 计谋和伪装是什么 一文词沉默 人类的交流器官 不过是一种进化的缺陷 是对你们大脑 无法产生强思维电波的一种 不得已的补偿 是你们的一种 生物学上的劣势 用思维的直接显示 当然是效益更好的 高级交流方式 缺陷 劣势 不不不 住 您错了 这一次 您完完全全错了 是吗 让我也在想想 很可惜 你看不到我的思维 这一次的对话 间隔时间很长 字幕有20分钟 没有出现 一文词已经从船手 夺到了船北 他看到 有一对鱼 不断地从海里跃出 在海面的上方 划出一条在星光下 荧光闪闪的弧线 几年前 为了考察 过度捕捞 对沿海物种的影响 他曾经在 南中国海的渔船上 待过一段时间 渔民们 把这种现象 叫做龙兵过 一文词现在感觉 那很像是 印在海洋瞳孔上的字幕 这个时候 他自己眼睛中的字幕 再次出现了 你是对的 现在回想那些文献 我有些懂 我的主 你要真正地弄懂 人类的那些东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甚至怀疑 您最终 是否有可能弄懂 是的 真的是太害羞 我现在 只是知道了 自己以前 为什么不理解 你是对的 主 您 您需要我们 我 害怕 对话 到此中断了 这 就是 一文词 最后一次 收到的 来自 三体世界的信息 这个时候 他站在船尾 看着 审判日号的 雪白的航迹 延伸到 迷蒙的夜幕中 就像 流失的时间一样 谢谢大家